第851章 开顶 开顶 当吸睛那清澈中性的声音响彻于天地间时 无数道目光都是在此时投向了大岩山 只见得那里的岩浆洪流沸腾起来 而岩浆之中有一巨物缓缓地升起 那是一座巨大无比的顶 顶身呈现琉璃透明之色 顶内空间广阔 似有山岳起伏 正是天岩顶 随着天岩顶出现 玄坤宗主也是神色淡淡地点了点头 刷 99道光影闪略而出 出现在了天岩顶下方 在那里有着99座岩浆石台 他们直接盘坐于其上 这些光影浑身散发着强大的元气波动 隐约间可见一轮黄黄大日在身后若隐若现 那是99位天阳镜强者 周元遥望着这一幕 心中也是忍不住的有些感叹 这天渊玉的确是抵运雄厚 天阳镜强者若是放在苍玄宗内 足以成为宗内长老 可就算将整个苍玄宗的天阳镜加起来 也凑不过99位 可如今在这天渊玉 仅仅只是天灵宗一方就能够将其凑齐 由此可见天渊玉整体实力究竟有多可怕 以一玉之力 甚至足以抗衡整个苍玄天 而这一切 也只是因为混元天天地气韵之声 在周元感叹间 那99位天阳镜强者 起起发出低沉喝声 喝声如雷 震荡天地 而他们身后那一轮元气光芒 大日愈发地璀璨 当光芒强盛到极致的时候 可见金色的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 周元眼神炽热 这就是天阳炎天阳镜强者独有之物 如果说神辅光环是神辅镜的标志 那么天阳炎就是天阳镜强者的标志 天阳炎一旦诞生 能够日日夜夜不断地淬炼元气与肉身 也就是说 只要踏入天阳镜 就算是肉身在孱弱之人 都会在天阳炎的淬炼下 渐渐地变得强横 宛如轰炉 别看周元修炼了玄圣体 肉身有所成 可如果要比拼肉身的话 他还不一定就比得过一些普通的天阳镜强者 当然了 如果等到周元有朝一日 踏入天阳镜 他的肉身起步 自然也远非那些普通的天阳镜强者可比 熊熊 随着那九十九轮元气大日之上的天阳炎 愈发的强盛 最后大日转动 直接是喷发出九十九道火柱 火柱直扑那巨大无比的天阳顶而去 在天阳顶顶身上 古老的原文如动起来 最后宛如是化为了巨大的漩涡 将那些火柱净数地吞入顶内 而随着天阳顶将那些天阳炎吞没 只见顶内的天空也是化为了金色 无数的金色火光如清晰而下 那些金光此时更为地纯粹 那是因为被天阳顶净化的缘故 金色火光飘摇 其内竟是一朵朵金色火莲 望着这些金色火莲 在场的这些神府静强者 无不是掩路垂涎之色 在那最高处的熔岩帘台上 吸睛望着这一幕 禽首微点 当金色火莲出现时 也就代表着天眼计真正的开始了 风铃火山四哥 准备神魂顿入天眼顶吧 他开口说道 声音响彻在天地间每一个人的耳边 清澈中有威严暗喻 他声音一落 四个成员皆是恭敬应试 然后哗啦啦地禁数盘坐下来 嗡嗡 四个成员眉心神魂光芒闪烁 下一刻 数万道神魂冲天而起 那一幕显得极其壮观 而周圆的神魂 也是处于风格数千道神魂之中 只不过与周围的神魂相比 它的神魂显得格外的凝实 那所散发出来的神魂波动 也远非其他人可比 这些神魂直接对着天眼顶而去 而天眼顶的顶盖 也是在此时开启了一道缝隙 宛如一道天剑 其中爆发出犀利 一个吞吐间 便是将靠近的那数万道神魂 一口吞了进去 天地间 无数道目光都是投向天眼顶内 面露好奇期待之色 他们知晓 接下来才是天眼计最为精彩的时刻 最高处的熔岩连台上 西金明眸闪烁微光 注视着天眼顶 一旁的玄坤宗主苍老的面庞 带着淡漠之色 道 西金元老觉得 此次天眼计谁是最大赢家 西金盘夕而坐 上身心肠 面容如玉 道 火哥实力应该最强 不过这却没什么意思 还是有黑马出现 才能更让人感到惊喜 玄坤宗主但笑道 黑马先天不足 怕是火候不够 西金不知可否 没有再与他打击风 而是将目光投向天眼顶内 口舌无用 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当周元的神魂 被吸入天眼顶的那一瞬 他能够感觉到眼前一花 下一瞬四周 有着热浪涌来 他急忙凝神 发现此时已是身处 另外一方天地 这天地间 有巍峨山峰处立 山中树木并非绿色 反而是呈现赤色 宛如火铜 一朵金色的火帘 从他的眼前飘过 周元神魂之力呼啸而出 直接是将其抓住 待到面前 金色火帘缓缓地旋转着 其中那金色火苗 散发着异样的波动 这火苗看似细微 可如果与元气相接触的话 却是宛如火上浇油 两三下就能将一道元气焚尽 这就是天阳岩吗 周元感受着这金色火帘中 所蕴含的那一缕 极为精纯的火意 眼中也是略过惊叹之色 虽说他不是天阳镜强者 但他却是接触过不少 自然感觉得出来 这金色火帘中的天阳岩 远比那些天阳镜强者 自身诞生的天阳岩精纯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金色火帘中 并没有任何人掺杂的意念 所以这足以让任何人 炼化吸收 即便此时神魂离开了肉身 但周元依旧是能够感觉到 肉身中传来的那种渴望之一 那种感觉 就犹如饥可十足的人 看见了穷江欲露 这天眼鼎也是个大宝贝啊 周元忍不住地感叹一声 而在周元感叹间 此时四周 有着数千道神魂 急速地对着他靠拢而来 那领头的正是夜兵灵 依丘水等人 风格成员的神魂 都是在此时汇聚 周元的目光远眺 在另外的方向 其他三格的人马 也是在开始汇拂 天眼祭的争斗 现在就已经算是开始了 周元深吸一口气 他感受着天眼鼎内的炽热 目光扫视 沉声道 所有人听令 先占据一山 砍伐赤铜树 修筑赤铜伞与聚火台 如今的周元 在饿补了许多功课后 对于天眼祭已是极为的熟悉 他知道 在这天眼鼎内 伴随着越来越多天阳岩的涌入 其中的温度会越来越高 到的后来 甚至会对神魂造成伤害 而想要避免灼烧 就必须以天眼鼎内的赤铜树 作为材料 炼制出赤铜伞 手持赤铜伞 才能够在天眼鼎内 来去自如 四处采集天阳岩 另外 赤铜伞 还有着汲取汇聚天阳岩的作用 可以将少量的天阳岩 聚拢于伞内 这就方便采集 而聚火台更为重要 因为他们 如今都是神魂进入天眼鼎 也没有任何的盛放天阳岩的容器 总不可能用神魂不断地牵引吧 不提纳能牵引住几朵天阳岩 那样反而还撤走了他们的神魂之力 一旦到时候 到动手交锋 反而束手束脚 所以 在这天眼祭中 最为重要的不是直接开打 而是先修住赤铜伞与聚火台 在周园的率领下 数千道神魂浩浩荡荡地呼啸而下 直接选了一座赤铜树密布的大山 铺天盖地地落了下去 而落在大山上 周园手一挥 夜冰临 一秋水便是迅速将人员分配 一部分警戒 一部分开始采集 从天飘落的金色火莲 剩下的一部分 则是迅速地砍伐赤铜树 于是这赤铜的山上 数千道神魂飘荡 倒是显得有种诡异的热闹感 周园立于最高处 他的目光望着遥远处火格的方向 眼中有冷光闪烁 接下来 就先看那吕霄如何出招吧 第852章 赤铜伞 聚火台 赤红的山巅上 周园神魂盘坐 神魂之力散发而出 直接是将那从天而降的 一朵朵金色火莲截住 然后以神魂之力缠绕 盘旋在其周身 而此时 周园周身的金色火莲 已经多达20朵 不过这种以神魂缠绕 牵引的方式太过的麻烦 按照周园的估计 他的极限 恐怕也就只能牵引百朵左右 若是再多 就会有些手忙脚乱 而且还难及顾及他事 但好在的是 约莫一注相后 依丘水神魂 极略而至 赤铜伞好了 依丘水玉手一扬 一道赤光盾时 对着周园飞去 周园神魂波荡 那道赤光便悬浮在其面前 目光看去 赤光之内 乃是一把赤红的伞 伞面光滑如镜 明明是木质 却是宛如赤铜 这就是赤铜伞吗 周园微感好奇 他心念一动 神魂便是缠绕在赤铜伞上 直接将其撑开 顿时有着淡淡的赤光蔓延下来 将他的神魂笼罩 于是 那天地间的燥热之气 迅速减弱下来 犹如是被那层赤光所遮蔽 周园握住伞 然后伞面对着周围悬浮的 二十多多金色火莲一转 那些火莲 顿时犹如受到了某种吸引般的 冲进了赤铜伞内 化为一朵朵火苗 在伞面边缘缓缓地流转 璀璨夺目 煞是好看 周园健壮 忍不住地露出欢喜之色 先前他不断地以神魂之力 牵引着这些金色火莲 虽说神魂消耗不大 但终归是让得他有些束手束脚 而如今凭借着这赤铜伞 却是能够轻松地将火莲收走 按照他的估计 这赤铜伞一次 应该就能够收容上百朵金色火莲 难怪说 这赤铜伞是天眼际必备之物 有了它的确是方便了太多 全员配备还要多久 周园问道 只有配备了赤铜伞 它们才能够在这天眼顶内肆意来去 毕竟一处的天阳岩是有限的 它们想要采集更多 就必须不断地转移 一求水道 现在制造了三百多把 全员配备应该要半日的时间 另外 聚火台也是在制造之中了 周园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只见得在下方的山谷中 有着一座巨大的赤台 在渐渐地成型 赤台的材质 也是赤铜束以及赤石 远远看去 犹如一方赤色巨球 正是聚火台 周园点点头 道 继续吧 让配备了赤铜伞的人分散开来 先四处采集天阳岩 那火格呢 一求水问道 周园道 先静观其变吧 它们是强 我们只能等它们先出手 才能寻找破绽 一击破敌 火格整体势力 强出了它们风格太多 如果它们主动出击的话 毫无优势 一求水禽手微点 也不多说 转身掠下 继续去催促众人 加快制作赤铜伞 与聚火台的速度 周园则是抬头 望着远处 双目微眯 眼下这局面看似平静 然而那平静之下 却是暴雨将至 在接下来的半日时间 天眼鼎内 都没有爆发出任何的交战 而风格这边 越来越多的赤铜伞制作出来 并且全员配备 阁主 聚火台制作好了 当听到这欢喜的声音传来时 周园眼中 也是略过一丝喜意 身影一动 便是出现在了山谷中 它看向前方 只见得 那里有着一座 约莫数十丈左右的赤红巨球 将天阳岩灌入其中吧 周园挥了挥手 随着他下令 顿时有着诸多身影 出现在了赤球之外 手中赤铜伞的伞面 对着前方缓缓地合拢 形成了尖尖的伞包状 而其上有着金色火苗跳跃 顺着伞面流淌而出 最后灌注进了聚火台内 熊熊 随着越来越多的天阳岩灌入 聚火台内 有着金色火焰燃烧起来 将周围的赤铜烧得通红 不过因为赤铜的隔绝特性 那种高温却是难以散发出来 周园也是上前 将自己那柄赤铜伞内 收集的数十朵天阳岩灌入聚火台 望着聚火台内 越来越浓烈的火焰 不仅周园 其他数千道风格成员 也是面露欢喜之意 因为聚火台火焰越是熊熊 之后 他们能够分到手的天阳岩也更多 嗯 不过就在此时 周园护得抬头 望着远处的天空 手掌一挥 戒呗 数千道神魂文言 结成阵势 远处的虚空处 有着千道左右的神魂呼啸而至 那是火阁的人马 而在最前方 有着一道还算熟悉的身影 正是火阁的副阁主 王辰 周园神魂渐渐升空 眼神冷淡地望着那王辰 开口道 难不成火阁以为 凭借这点人马 就能吃下 我封阁所有人 王辰眼神僻腻地盯着周园 道 周园阁主想多了 我只是 奉阁主之令前来 我们阁主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们封阁此次天炎记 能够上缴十万朵火莲 我火阁可给你们封阁留一分脸面 听到王辰如此狂妄的大话 封阁诸人皆是面露愤怒之色 上缴十万朵火莲 这火阁的胃口也太大了一些 这是打算让他们封阁 直接给他们打白弓吗 周园盯着王辰 却并未发怒 反而是一笑 王辰副阁主 要不你带人上前一些 我们就此事商量一下 王辰文言冷笑道 周园阁主 你不要不识台诀 这是最后的通牒 不然下次来的 恐怕就不是一点人马了 他当然不会真的靠上前去 凭他这一千人 怎么可能会是风格的对手 如今这个距离 最为的安全 可进可退 周园摇摇头 眼神轻蔑 王辰健壮 脸色有些阴沉 不过最终还是忍下了怒意 他知道周园这是故意激怒他 只要他真的敢靠近 周园就会直接将他们吃了 减弱火格的力量 周园见到 这王辰不上当 也是摇摇头 懒得再理会他 看向风格成员 下令道 抓紧时间 采集天阳岩 他知道王辰这些人 应该是吕霄派来盯着他们的 他原本还以为 吕霄会急不可耐地 来找他们的麻烦 但眼下来看 这吕霄还真是沉得住气 想必 他在没有全员配备赤筒散前 不会主动来攻 免得给了他们可乘之机 不过周园也并不惧怕 各种准备他都已经做好 眼下就是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究竟最后 谁能成为最大赢家 终归还得斗过一场才知道 在周园的一生令下 风格留下一千神魂 盯着远处的王辰等人 其余者则是迅速地分散 采集天阳岩 虽说天空上 还不断地有着金色火莲飘下 但在数千人的肆虐下 很快这座大山之中的天阳岩 便是被洗劫一空 而聚火台上的赤球内 金色火焰 愈发的磅礴明亮 在将此处的天阳岩洗尽后 周园根本不理会远处的 王辰等人 直接是一挥手 就带着人转移阵地 继续四处采集天阳岩 于是 数千人手持赤同伞掠空而过 连那具火台 都是被诸多神魂拱起 悬空飞掠 王辰望着风格 视他如无物 眼神愈发的阴沉 最终他一挥手 嘴角掀起一抹诡异冷笑 给我跟着他们 时刻回报阁主位置 让他们先采集 不过是在为我们做嫁衣罢了 等阁主继承 到时候自然有他周园窟的时候 第853章 灭亡尘 数千道神魂 低空呼啸而过 浩浩荡荡 而所过之处 不论是天空上飘落的金色火莲 还是地面上十分钟流淌出来的火苗 都是 直接被洗劫得干干净净 周园立于虚空 他望着处于人马中央位置的聚火台 如今那颗赤球之内燃烧的金色火焰 已是越来越浓烈 其中汇聚的金色火莲 也已经高达一万多多 对于这种采集速度 周园也是满意的点点头 不过旋即他的目光便是头向远处的后方 在那里 由王臣所率领的一千多道神魂 正如幽魂般的锦锦 跟着他们 既不接近 也不离去 周园眼中略过一抹冷色 他知道这王臣的目的 便是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只是不知道为何 他隐隐地感觉到 有些不对劲 秋水 我们进入天眼顶多久时间了 周园呼地问道 一旁的依秋水立即回道 算算时间 将近一日了 周园手指轻弹 缓缓道 这个时间 火格即便人数众多 也应该全员配备赤铜伞了吧 依秋水 擒手微点 道 差不多 那为何现在还没看见 火格主力人马踪影 周园目光一闪 依秋水一正 眼眸中也是略过一抹不安之色 的确 火格如果配备好了赤铜伞 应该第一时间来轻搅他们才对 为何眼下却是迟迟没有动静 只是派了一千人左右来 盯着他们 吕霄究竟想做什么 周园眼目闪烁着 片刻后 直接果断道 不管吕霄想做什么 先将王臣这匹人马吃了 这匹人马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如果不吃一口 简直心中不同头 依秋水柳眉一簇 道 但那王臣小心得很 一直保持着距离 一旦我们显露攻击状 他就会立马带人退走 之后又继续再跟来 周园轻笑一声 道 那就把他们后路截了 让他无路可逃 怎么截 依秋水修长的睫毛眨了眨 周园笑道 你没发现我们的人少了一些吗 依秋水闻言 这才一惊妙目头去 果然是 察觉到数千道神魂中 似是在他不知不觉间 消失了数百道 他心中一动 道 这一路上遇见一些大山时 你都故意多停留了一些时间 人马就是那个时候 潜藏下去的 周园点点头 道 每次藏树十人 王臣隔着远 根本发现不了 所以 此时的他 恐怕还不知道 他的四周早已被我所封锁 依秋水眼露欣喜 闽唇倾笑 阁主还真是狡猾呢 只要王臣他们的后路被截 那么这一千多人 他们必然能够全部地吃下 如此也算是削弱了 火格的一部分力量 周园一笑 旋即手掌一挥 数千道前行的神魂 顿时停了下来 然后他率先转身 对着对着后方远处的 王臣等人 抱舍而出 神魂之力呼啸 引得虚空荡漾 数千道神魂紧随其后 气势害人 而他这边一动 王臣那边 立即有所察觉 哼 蠢货 真以为我会送上来你吃 王臣冷笑一声 毫不犹豫地下令 后退 上千道神魂顿时击退 丝毫不打算与风格短兵相接 反正他的任务是 盯着并且缠住风格 并非是跟他们交手 双方一进一退 却始终保持着一些距离 难以真的靠近 王臣见到这一幕 顿时忍不住地大笑起来 眼神讥俏地望着远处 率众追来的周园 此时的他 有着一种猫戏老鼠般的畅快 毕竟这段时间 周园在四格中 可谓是声名雀起 论起名声 已是不弱于其他三位阁主 但那又如何 眼下还不是在他后面吃灰 嗡 不过 就在他大笑的时候 忽然间 前方的虚空 有着神魂之力爆发 宛如是一层层的无形屏障 阻扰在了前方 王臣笑声戛然而止 他眼神惊骇地望着前方 升起来的数百道身影 狮声道 怎么可能 他们什么时候绕到 我们后面去的 快 轰破神魂屏障 他咆哮道 上千道神魂同时出手 神魂之力 一道道地轰击在前方的 神魂屏障上 引起风雷之声 将其轰得不断地 激荡起无形涟漪 但一时半会 却始终是难以将其攻破 而也就是这片刻的时间 周元所率的数千道神魂 已是从后方追来 王臣额头有着冷汗浮现出来 王臣副阁主 看来你还是太不小心了呀 周元淡笑道 声音落下 他也是没有跟着王臣 多说废话 伸出手掌轻轻一挥 灭了他 哄 数千道神魂之力 同时呼啸而出 宛如洪流 直接是对着王臣等人轰击而去 在这种绝对的优势下 他不需要施展任何的手段 只需要堂堂正正地碾压即可 王臣感受着那磅礴的神魂洪流 也是头皮发麻 急忙指挥人马 催动神魂之力迎战 轰隆 双方的神魂洪流撞击在一起 有惊雷炸响 而在那惊雷之下 王臣这边上千道神魂 顿时爆发出惨叫声 他们的神魂迅速地变得虚薄 最后化为一道火光冲天 而起 那是直接被天眼顶的保护机制送了出去 数轮攻击下来 王臣这边上千道神魂 便是只剩下数十道神魂 还在苦苦支撑 看上去格外的凄凉 王臣望着这一幕 紧咬牙 面色阴沉 周元 你别得意 等我火阁主力人马赶来时 就是你哭的时候 周元神色平静 他盯着王臣好伴上 胡道 其实你不是来盯梢的吧 你是吕霄故意派来 想让我以为 你们火阁 马上就会来找我麻烦 你这是想要拖住我 王臣瞳孔畏缩 周元双目微眯起来 道 吕霄打算做什么 王臣冷笑 没有说话 周元沉默了一下 缓缓地道 你们火阁是联合山阁 去清剿林格了吧 等将林格清剿完了后 接下来就该轮到我们风阁了吧 王臣心头顿时一震 眼中有着一抹骇色浮现 周元见到这一幕 便是一切都明白了 他面色微宁 他没想到 吕霄竟然如此地谨慎 即便是面对着整体实力 弱于火阁的风格 他都没有直接来攻 反而是打算联手山阁 先对付林格 而只要林格一被灭 火阁与山阁再联手 那么在绝对大势下 周元的任何手段 都是难以翻盘 这家伙 在吃了之前的亏后 竟然如此地小心谨慎 简直是稳如老狗啊 他派出王臣 故意来盯着他们 恐怕就是打算以此来拖延 毕竟任谁在被盯住后 都会以为火阁主力即将赶来 可谁能想到 吕霄反其道而行 竟然是放弃了手工风格 转向了林格 一旁的依丘水 叶冰林他们俏脸 也是在此时变得凝重起来 他们很明白 如果林格被率先剿灭 那么以他们风格的力量 根本挡不住火阁 山阁 王臣见到周元识破 也就不再隐瞒 讥讽地笑道 周元 你太小瞧吕霄阁主了 等我们火阁与山阁 解决掉林格 你必输无疑 周元面色不起波澜 他掌心间 有着无形的魂炎凝聚而来 屈指一弹 魂炎暴射而出 直接是将包括王臣在内的 数十道神魂笼罩了进去 魂炎燃烧 王臣等人的神魂 迅速地变得虚幻起来 周元 你们风格输定了 王臣咆哮 下一刻 他们的神魂 也是化为一道火光冲天而起 消失在虚空中 周元神色淡漠 目光转开 此时风格数千人 皆是将他盯着 等待着他的命令 而他也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一挥手 喝声如雷 停止采集天阳炎 立即持缘林格 灭火山两个 声音落下 他的神魂 已是率先掠空而过 在其后方 数千道神魂 浩浩荡荡地紧随而至 而此时 在那天眼鼎外 无数目光注视着鼎妹的动静 当他们见到这一幕时 皆是有些惊讶 看来那周元 已经是知晓了火格的打算 接下来的四个碰撞 无疑才是天眼记 最为精彩的一幕 第854章 池圆 这是一座巍峨的赤铜高山 大山宛如巨人般的 处立于天地间 漫山的赤铜树 闪烁着夺目的光芒 而此时 这座如巨人般的山岳 却是处于激荡的战争之中 数万道神魂盘旋虚空 遮天蔽日 磅礴的神魂之力 席卷开来 引得虚空震荡 而在那数万道神魂中央的位置 有着四道神魂副手而立 为首的便是吕霄 含冤这两位火阁 山阁的阁主 吕霄身旁跟随着朱炼 而含冤身旁 则是一位看上去格外瘦弱 双目明亮如刀的男子 男子名为赵银 也是山阁天眼记的指挥者 从他周身散发的强大神魂波动来看 显然也是踏入了画境 此时的四人 都是眼神淡漠地望着远处 在那座赤铜巨山外 有着一道由神魂之力 所画的巨大罩子 罩子表面 有着一层层宛如云雾般的漩涡 神魂罩内 有着近万道神魂 不断地灌注神魂之力 那些是灵格的人马 而火阁 山阁两个的神魂 则是在不断地发动攻势 一波波地轰击着神魂罩 将那神魂罩上 轰出一道道巨大的涟漪波动 这穆青烟倒是有些能耐 竟然能够催动灵格众人的神魂 形成万魂云窝接见 朱炼望着那巨大的神魂罩 忍不住地赞叹笑道 若是没有火阁出手的话 我们山阁就算能够胜过灵格 恐怕也是要被拖住许久 那名为赵银的男子 也是轻轻点头 道 吕霄淡淡地道 还需多久攻破 听到吕霄的话 朱炼不敢怠慢 估算了一下 道 恐怕还需半日 吕霄皱了皱眉头 道 太久了 虽然我派王城去拖住风格 但那周园极为狡猾 难保他不会察觉到什么 朱炼苦笑一声 道 沐青烟这万魂云窝结界防御极强 他们铁了心要死守 一时半会 还真是奈何不得他们 只能一点点地消磨他们的神魂 吕霄文言 也知道多说无意 只能点点头 吕霄 不必交集 我们这一手 那周园未必猜得到 说不得他还在傻傻地 等着火阁去围剿他呢 韩冤笑了笑 道 而且我还觉得 你此次实在是太高估他了 以火阁之势 足以碾压风格 你直接第一时间带人去清角 说不定此时风格早已团灭了 吕霄淡淡地道 那周园有些邪门 此次天炎记 原本是我天灵宗主持 可西京元老却是横插一脚 逼得宗主改为了自由争夺 我若是阴沟里翻船了 恐怕不好交代 所以小心一些 总是没错的 韩冤虽然觉得 吕霄有些小题大做 对付一个风格而已 竟然还要施展这么多心思 不过他也明白 此时关系玄坤宗主颜面 吕霄不敢不谨慎 等我们这边联手解决掉灵格 不管那周园藏了什么手段 都毫无胜算 韩冤笑道 吕霄点点头 对着朱炼 赵银二人催促道 加强攻势 尽快攻破这神魂罩 将灵格清除 朱炼与赵银不敢怠慢 两位化镜神魂亲自出手 指挥着那磅礴神魂 宛如万丈怒浪一般 一重重地冲击着 那巨大的神魂光照 而随着火格 山格攻势的加强 那神魂罩内的灵格人马 在此时有些冰寒之意 火格与山格突然联手 围剿他们灵格 这一手的确是将他打得 有些措手不及 毕竟此事在天炎祭 举办这么多年来 恐怕还算是第一次 以前可从未有一次天炎祭 是如此次这么惨烈的 木柳咬了咬牙 看向后方的一座赤石上 木青烟盘坐 他迎牙紧咬 不断地指挥着 风格进万道神魂 补充着神魂照各处 拼命地死守防御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木柳能够看见 不断地有着灵格成员的神魂 化为火光消失 那是因为神魂虚弱 到了一个程度后 天眼顶的保护机制 这样下去 他们迟早会围团灭 木柳 你个混蛋 我们快坚持不住了 木青烟骂道 木柳挠了挠头 一脸的苦笑 如果此时是他的肉身在此 他还能够凭借着 自身的元气底蕴 冲出去跟对方厮杀 但可惜的是 他只是一道神魂 他的神魂 也只是石镜而已 就算冲出去了 也会被瞬间灭掉 我也没办法 谁知道他们这么不要脸 竟然会先选择围剿我们灵格 简直不按照常理出牌啊 木柳无奈地道 木青烟寡了他一眼 道 还不是你被周园忽悠 要跟风格合作惹来的 木柳怂怂间 道 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当然只能等风格发现情况不对 前来救援啊 木青烟嘀咕着 不过就怕那周园笨笨地 还在傻傻地等待着 火格主动找上门去 而且 万一那家伙即便发现了 说不定也不敢带人前来 毕竟 这里可是有着火格与山格 木柳摇摇头 道 周园如果是这种人 他也不敢直接坑杀了芳傲 别看那家伙平日里温和 实际上狠着呢 希望吧 木青烟勤手微点 然后便是不再多言 将所有的精神投注到指挥之中 这座万魂云窝结界 必须他亲自来调遣众人的神魂 不然的话 很快就会在对方的攻势下 处于崩溃之中 不过 他也知道 面对着这种巨大的压力 即便是万魂云窝结界 也无法坚持太久 被攻破是迟早的事情 眼下 只能希望那周园 能够聪明一些吧 半日时间 在灵格人马艰难的苦熬下 悄然而过 笼罩灵格的那座万魂云窝结界 如今已是变得极为的稀薄 宛如一层薄膜一般 谁都看得出来 灵格这边已是有些难以维持 天空上 朱炼望着这一幕 也是悄然地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 只要再来数波攻势 这神魂照必然破碎 到时候没有防护的灵格 就将会面对火格 山格的疯狂攻势 阁主 灵格完了 朱炼目光转向吕霄 颇有些自得地笑道 吕霄轻轻点头 看得出来他的神色 也是在此时缓和了下来 只要灵格一败 那么风格将会成为 他们年版上的鱼 难以反抗 任由宰杀 周园 兔子再怎么蹦打 那也只是兔子 当睡尸苏醒过来时 也就到了兔子的死期 吕霄唇角 泛起一抹淡淡笑意 不过 就当他这句话刚刚落下时 面前的朱炼与照音 忽然面色猛地一变 同时转头 面旁难看地望着那个方向 怎么 含冤见状 刚要发问 但下一刻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望着远处的瞳孔微微一缩 只见到那里 数千道神魂 自虚空极掠而过 然后铺天盖地地 对着这个方向呼啸而来 吕霄森然地望着这一幕 嘴角微微抽搐 眼中的寒意 几乎是要将空气冻结 风格来了 这个周园 还真是时时刻刻都在坏他的好事 第885章 风与火的对决 当那天边数千道神魂铺天盖地而来时 被围困于山中的木柳 木青烟也是有所察觉 当即眼中 皆是有着一抹喜色浮现 你看 我就说 周园没那么容易被吕霄蒙蔽的 木柳笑道 木青烟松了一口气 但小脸还是紧绷 道 别太高兴了 虽然他率领风格前来救援 但只是稍稍挽回点局面 而整体上面 还是火格 山格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木柳也是轻轻点头 如果此时火格摆好阵形迎战 凭借火格绝对的整体优势 风格讨不到丝毫的好处 甚至还有可能直接被火格索灭 木青烟叹道 风格远比火格弱 虽然不知道那周园有什么手段和底牌 但以我对吕霄的了解 他肯定也不会没有丝毫防备的 他白了木柳一眼 道 我就说不该掺和此事 如今平白地把我们灵格陷入险地 木柳苦着脸 道 都这个时候了 说这个有什么用 周园既然敢来 我觉得他 还是有些把握的 吕霄和火格想要收拾他 怕也是没那么容易 也只能希望如此了 木青烟撇撇嘴 他倒不是在责备木柳 只是他们灵格平白地被火格 山格围攻了大半天 难免心中有些火气 当然更重要的是 他的确对眼下的局面 一点都不看好 灵格这边虽然借助着他 布置下的万魂云窝阵 挡住了火格 山格的联手绞杀 但其实也是损伤了两千多人 实力有所削弱 而反观火格 山格那边却是损失寥寥 此消彼掌下 周园和风格能如何应对 待会如果火格 山格要去对付风格 我会尽可能地牵扯一些人马 但这也是我们的极限了 最后结果如何 还是得看周园有什么能耐 木青烟抿着小嘴 道 够了够了 木柳笑着点头 山外的天空上 吕霄面色阴沉地盯着远处 急掠而来的神魂大军 片刻后 他的神色渐渐地平复下来 道 看来王臣已经被灭了 风格大军已经赶到 但王臣他们却是毫无动静 显然是 直接被踢出了天眼顶 而周园 无疑也是洞穿了他们意图 这小子 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韩渊也是皱了皱眉头 道 吕霄神色平静 道 韩渊 你们山格继续围困灵格 风格就交给我们火格 韩渊点点头 笑道 看来一切又回到了起点 不过无所谓 结局终归都会是一样 对于火格的整体实力如何 韩渊心里很清楚 连山格都不会他们的对手 而更何况四格最末的风格 吕霄目光看向朱炼 道 接下来与风格这一战 就靠你了 朱炼是他们火格的化境神魂 唯有他才能够统帅 沟通众多神魂 这一点 即便是他吕霄都做不到 所以在这天炎记上 朱炼的作用比他吕霄更强 朱炼神情振奋 自信满满地点头 道 阁主放心 我火格此次也是准备周全 我就不信 镇压不住风格 旋即他目光环视 神魂之力波动 直接是将声音传进火格所有人耳中 火格众人听令 迎战风格 灭了他们 下一刻 他与吕霄的神魂率先掠出 在两人身后 上万道神魂 浩浩荡荡的紧锤上 两拨浩荡的人马与群山之间相遇 各自占据山头对峙 磅礴强悍的神魂之力席卷天地间 引得风美响彻 两方相遇 周原没有任何的犹豫 他坐镇居中 神魂之力沟通数千道神魂 然后调动众人的神魂之力 开始不防 只见到风格这边 磅礴的神魂之力层层呼啸 隐隐间仿佛有着片片硅甲之影 周原竟是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直接布置出了一座防御结界 朱炼望着这一幕 眼神也是微宁 这周原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中 布置出一座防御结界 可见其神魂境界相当不弱 毕竟这种整体的神魂作战 他们这种化尽神魂的作用 就是将自身作为管道 连通其他所有神魂 然后将他们的神魂之力调配起来 宛如整体 倒是聪明 知道只能防御 不过朱炼还是冷笑一声 周原一见面就选择布置 如龟壳般的防御 显然也是只小火格式墙 不敢硬汉 在这段时间的交锋中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锐气逼人的周原选择龟缩 这倒是让得他有些解气 不过 想要在我眼皮底下结成防御 哪那么容易 朱炼冷哼 如果要论元气交锋 他的确不是周原的对手 可此次天眼计 却是神魂的对碰 而且还不是单独的神魂 而是以一格为整体 依仗着火格的绝对优势 他对周原 自然就不会再有丝毫的畏惧 朱炼神魂立于火格大军之中 下一刻 神魂震荡 哄 随着朱炼的调配 下一刻 磅礴如海般的神魂之力 直接是冲天而起 化为万众巨浪 裹挟着恐怖的威势 对着风格所在 狠狠地轰击而下 这神魂巨浪 一重皆一重 声势害人 在这等级别的神魂攻势下 就算是化尽神魂 一旦接触 也会在瞬间被震碎 哄 哄 神魂巨浪狠狠地 砸在风格的龟甲结结之上 那一瞬间 犹如是地动山摇 一层层的神魂之力 所化的龟甲不断地崩裂 不过虽说神魂龟甲崩裂得快 但很快 又会有新生神魂龟甲衍生而出 朱恋见状 眉头微皱 旋即直接加强了神魂攻势 浩荡神魂宛如洪水 将风格所在的山头重重包围 然后不断地凶狠砸下 而在朱恋这种蛮横的攻势下 神魂之力所化的龟甲结界 顿时摇摇欲坠 最后终于是轰然一生 随之蹦碎 万千龟甲化为虚无 朱恋大喜 就要调动万千神魂之力 直接冲进去碾压风格 不过还不带他动手 只见的那龟甲结界之下 又是有着一层神魂光照出现 一座结界再度成形 而且这一次朱恋看得仔细 在那层新的结界之下 分明是还有着一种结界 而且全部都是防御型的 你看娘 朱恋面色一变 忍不住地怒骂出声 这周园是属乌龟的吧 难道今日他就打算 靠着这一层层的乌龟壳 跟他们火格耗下去 他这是在打算 消耗我们火格的神魂之力 吕霄在一旁皱眉说道 而且你没注意到吗 我们打碎风格 一层神魂结界 所消耗的神魂 远比周园不止一层 结界更多 朱恋面色发烫 他当然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说明 周园的神魂境界极为的精深 这才能够完美地调动风格 那数千道神魂之力 布置出坚如磐石的防御 而他这里想要突破防御 就需要付出更多 这就如同攻城战时 攻城方总是损失 匕首成方更为的惨重 周园显然就是 打算用这种方式 来消耗他们火格的神魂优势 不过吕霄倒是反而松了一口气 如果周园的手段就是如此的话 那也未免太小看了他们火格 朱恋不必再藏了 有些底牌 差不多也就该用了 听到吕霄此话 朱恋也是点点头 他望着不远处 那一层一层固若金汤般的防御 眼中略过阴狠之色 好 就让我来将他们这层层乌龟壳 直接撕了 没有了这些防御 这风格几千道神魂 根本不足为虑 我倒是要看看 他周园今日 究竟有什么资格来力挽狂安 第八百五十六章 破魂缩 风格与火格这边的交锋 同样也是落在了远处 正在与山格纠缠的木柳 木青烟眼中 则则 周园这乌龟壳战术很精妙 不比你这座结结防御差呢 木柳望着风格那边 一层又一层的神魂结结 忍不住地笑道 木青烟给了他一个白眼 不过玄机他撬脸危险民众的道 如果周园打算凭借着这种乌龟战术 来好死火格的话 恐怕有些难以如愿 虽说周园这番手段 的确是能够给火格造成一些麻烦 但若是想要将此化为盛世 怕是不太可能 木柳也是点了点头 认真道 不过 我并不认为 这就真的是周园所准备的底牌 木青烟有些诧异地看了看他 道 你还真是看好他呢 木柳笑道 我的感觉 可是很少出错的 木青烟怂怂间 不再多说 反正结果如何 或许很快就要知晓了 看那朱炼的驾驶 火格一直藏着掖着的手段 怕也是要打算施展出来了 就是不知道周园能不能挡得住 若是挡不住 今年的天炎祭 他们灵格与风格 恐怕就真的是得空手而归了 火格神魂大军中央 朱炼眼目微闭 他伸出手指 在面前虚滑而过 有着神魂波动散发而出 那些神魂波动 在他的面前交织 隐约尖似 是形成了一道虚幻的尖尖光影 神魂灌注 朱炼双手合拢 滴鹤出声 下一瞬 一道道神魂之力呼啸而来 最后在朱炼的引导下 尽数地灌注 进入那尖尖光影之内 于是虚幻的光影 渐渐地凝食 竟是形成了一道 约莫千丈巨大的尖缩 只不过这尖缩之内 乃是以神魂之力所凝聚 高空上成型的神魂尖缩 也是落入风格诸人的眼中 顿时引起了一些骚乱 连夜冰灵 衣秋水 都是翘脸微变 显然是察觉到了 朱炼接下来这道攻势的恐怖 周园双目也是微秘 这朱炼 元气修为不怎么样 但这神魂造诣 倒的确是不低 破魂缩 朱炼爆喝之声 猛然响彻 下一瞬 千丈尖缪缩 直接是洞穿虚空而下 以一种毁灭之势 直接狠狠地轰击在风格之外 那一层层防御结结之上 咔嚓 破魂缩 刚刚与那一层神魂结结相撞 后者瞬间崩裂而开 宛如豆腐一般的脆弱 碰 碰 破魂缩 灌穿而下 那由周园全力构建的防御 一层层地破碎 催枯拉朽的气势 让得不少风格成员 都是面露骇色 当火哥真正地认真起来时 那所爆发出来的力量 的确是让风格成员 感觉到了差距 诸多惊慌的风格成员 看向周园 而此时的后者 神色依旧平淡 只是抬头凝视着 那急速接近的破魂缩 运转神魂 准备迎敌 周园淡淡的声音 响彻在风格所有人耳耳边 听到周园那平静的声音 众人心中的惊慌 方才减弱了一些 急忙凝神 调动神魂之力 哄 当最后一层结界破碎时 那千丈左右的破魂缩 也缩小到了百丈左右 不过即便如此 声势依旧凶悍 裹挟着阴影笼罩向诸多神魂 周园单手结印 翁翁 数千道神魂长针 在此事成形 然后汇聚一起 化为长针洪流 直隐而上 宛如巨蟒 与那破魂缩印汗在一起 碰 巨声响彻 神魂冲击肆虐开来 仿佛是在天地间 带起了刺耳的尖笑音波 在那种音波下 双方诸多神魂身躯表面 都是荡漾起了涟漪波动 最终当风格这边 有着百来到神魂 因为神魂的枯竭化为 火光消失时 那破魂缩 终于是破碎开来 化为无数虚幻光点 风格众人有些惊魂未定 但有时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抵挡了下来 这火格真的是可怕 这一次 连夜冰凌与伊丘水眼中 都是掠过不安之色 火格的一次认真攻击 就直接令得他们 损失了百多人 而且 这还是在一层层神魂防御 抵消了九层攻击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周元 所布置的一层层防御 恐怕现在他们折损人数 起码上千 周元阁主真是好手段 竟真能挡得下这种攻势 朱恋笑眯眯地望着这一幕 道 这破魂缩 可是我们天魂府的独门秘书 为了招呼你 我可是准备了许久呢 吕霄也是淡淡地看着周元 道 如果你们风格 愿意上缴十万多火莲的话 我火格可饶你们一次 只要风格认输服软 往后他们将再无勇气 对抗火格 吕霄这种慈悲 才是朱星的手段 周元看了吕霄一眼 咧嘴一笑 露出白牙 少做梦了 吕霄摇摇头 不识抬举 他挥了挥手 一旁的朱炼顿时 露出猙獰的笑容 下一刻 他双臂缓缓地伸展开来 磅礴强横的神魂之力 自他的体内爆发而出 而在其后方 上万道神魂 也是将神魂之力运转起来 紧接着 叶冰灵 依丘水他们 便是翘脸苍白地见到 在那火格大军的上空 七道巨大的破魂缩 缓缓地成行 整个天地 仿佛都是在此时震荡着 众多风格成员 眼露惊惧 先前只是一道破魂缩 就洞穿了 他们的所有防御 如今七道同出 那岂不是要瞬间 将他们风格团灭吗 远处 慕霄与慕清烟 也是叹了一口气 这火格 为了此次的天言计 看来真是准备得很周全 似乎是要完蛋了 慕清烟有些不甘心地道 慕霄挠了挠头 道 没事 下个月就是总阁主之争了 到时候 我把含冤那王八蛋 狠狠地打一顿 给你出口气 慕清烟闻言 只能给他一个白眼 周元也是在此时 凝视着高空之上 那七道巨大的破魂缩 双目微眯 难怪火格这么张狂 如此级别的攻击 的确足以横扫以往的风格 但是 那是以往 周元偏过头 看向夜兵灵等 所有风格成员 笑了笑 你们信得过我吗 数千人都是威正 下一刻 所有人都是用力地点点头 如今的周元 在风格的威望 无人能及 信得过我的话 周元唇脚一线 那就取出 我给你们准备的预检吧 接下来 也该让他们看看 我们风格的进攻啊 第八百五十七章 吞魂源很显微 当周元声音落下的那一刻 夜兵灵 依丘水 几乎是毫不犹豫的 就取出了之前 周元为他们所准备的预检 而风格其他人见状 也是纷纷取出预检 正预检之前 就被潜藏于神魂之中 碰 所有人都是在此时 猛地捏碎预检 预检捏碎的那一瞬间 似是有着什么东西缠绕而来 黏附在了众人的神魂之上 不过他们无法察觉到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只能将疑惑的目光 投向周元 唯有一秋水 美目一闪 这种波动他不陌生 前些时候 他与夜兵灵 切磋的时候 就是这种奇特的波动 让得他在与夜兵灵的神魂 对碰中取胜 回想着荡日的那种战果 一秋水心中的紧张 也实在此时悄然地缓解 有着周元所准备的手段 他们未必不能 和火格决一胜负 不过更多的人 还是眼神忐忑 毕竟他们也不知道 周元给他们所准备的这预见 究竟是不是真的 能够和火格抗衡 但这个时候 面对着强势的火格 他们也别无选择 唯有一拼 周元神色平静 此时他抬头望着 那如呼啸而下的 七道巨大破魂缩 他也没有多解释什么 只是沉声喝道 所有人听令 运转神魂 嗡嗡 当他的喝声落下时 所有人都是将神魂运转 神魂之力 在他们的面前凝聚 化为了一根根 锋锐的神魂长针 周元目光一扫 他能够敏锐地察觉到 那些神魂长针上面 隐隐有着古老的痕迹 那是吞魂圆痕 看来 他所准备的预见有效果 周元深吸一口气 神魂之力散发 只见得那数千根 神魂长针汇聚而来 在他的头顶上空 形成了长针红流 远远看去 如同巨蟒一般蜿蜒蜂动 不过 这长针红流看似壮观 朱恋望着这一幕 嘴角掀起一抹轻蔑的弧度 这周元以为 凭借风格那点实力 就能够硬扛他们 火格这种程度的攻击 真的是愚蠢而狂妄 也罢 这一次 我正好将之前的耻辱讨回来 哄 七道巨缩凶悍无匹地呼啸而下 下一瞬 神魂长针所画的红流 迎头而上 竟是主动地 与那处于最前方的巨缩撞击在一起 当 天地尖似 是有着清脆的巨声响彻 给我碎裂吧 朱恋大笑出声 然而下一刻 他的笑声戛然而止 眼瞳也是陡然紧缩 因为他见到 当神魂长针红流 与第一道巨缩相撞时 不仅未曾碎裂 反而爆发出了璀璨光芒 神魂波动暴涨 原本仅仅只有数百丈左右的红流 直接是在此时 膨胀为千丈大小 而反观那第一道巨缩 却是不知道为何缘故 神魂光芒迅速暗淡 体型缩小了将近一半 此消彼掌下 神魂长针红流 再度冲击而至 那第一道破魂缩 直接是轰然炸裂 怎么可能 这一幕落在 火哥上万人的眼中 顿时骇然声四起 一个个睁大眼睛 犹如见鬼一般 他们无法相信 破魂缩竟然在 第一个接触下 就被摧毁 就连吕霄的面色 都是忍不住的一变 把破魂缩全部压下去 吕霄立声道 朱恋清醒过来 一咬牙 剩下的六道破魂缩 全部迎上 当 当 六道破魂缩 狠狠地冲击着 那神魂长征洪流 黄暴的轰击 将长征洪流 轰得节节败退 虚空位置震荡 不过 望着那节节败退的 长征洪流 吕霄 朱恋的面色 却是越来越难看 因为他们发现 在这种碰撞之下 那长征洪流的规模 越来越惊人 所散发出来的神魂波动 也是越来越强大 反观他们这边 六道破魂缩 却是在逐渐地缩小 神魂波动减弱 怎么回事 朱恋有些惊恐起来 这一幕实在是太过的诡异 那风格的神魂长征洪流 似乎是能够在接触时 吸收他们这边的神魂之力 所以越碰越强 而他们这边 却是越来越弱 神魂长征洪流 如巨龙般的 在虚空蜿蜒盘旋 原本处于绝对优势的 六道破魂缩 此时在其面前宛如小蛇一般 短短片刻的交锋 双方局势陡然逆转 面对着这一幕 震撼的不仅是朱恋等人 就连风格众人 都是一脸的目瞪口呆 他们也感到难以想象 为什么神魂长征洪流 会在面对着 对方绝对的压制下 越战越强 如今神魂长征洪流 所散发出来的神魂波动强度 显然不是 他们所能够达到的层次 所以 这一切 并非是因为 他们的神魂有多强 而是因为 周园 一道道近乎狂热般的目光 投向了半空中周园的神魂 后者给他们 展现了什么叫做不可思议 以及奇迹 远处 目流与目青烟的嘴巴 也是在此时 忍不住地缓缓张大 这一幕 同样也超出了他们的理解 在那天地间 无数道震撼目光中 周园也是仰头 望着那庞大 如巨龙般的神魂 长征洪流 他能够感觉到 上面的吞魂圆痕 在此时消散殆尽 先前每一次的交锋 吞魂圆痕都是 从那六道破魂缩上 吞纳了庞大的神魂之力 效果还不错 他轻声自语 旋即他的眼神 变得凌厉起来 瞬时咆哮而出 直接与那六道破魂缩 重重的相撞 碰 六道破魂缩 几乎是在请客间 爆碎开来 火格那边 有着上千道神魂 摇摇欲坠 最后在一道道惨叫声中 化为火光冲天而起 吕霄与朱恋面色铁青 这次的交锋 他们火格损失惨重 该死 怎么可能 朱恋忍不住地低声咆哮 面容扭曲 吕霄深吸一口气 他眼神阴溢地望着天空上 那如巨龙般的神魂 长征洪流 道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小子邪门得很 不能小觑 怎么办 朱恋有点惊慌地道 吕霄眼皮微垂 声音森冷 还能怎么办 用最后的手段吧 此次天眼计 绝对不能说 朱恋一惊 有些犹豫地道 可如果那样做的话 怕是会有点后遗症 最起码半个月 都无法动用神魂之力 吕霄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轻重你分不清楚吗 朱恋心头微寒 不敢再多说 神魂运转 有着声音 传进了此时 诸多火格成员的心中 火格众人听令 催一栋燃魂文 火格成员听到此话 心头都是微颤 他们自然是 知晓着最后的手段 只是如此一来的话 未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他们神魂都会受创 这说明 他们将会有一个月的时间 无法进入 四灵归原塔修炼 有些人有所犹豫 不过当吕霄那 冰冷的目光投射而来时 他们皆是打了个寒战 再不敢怠慢 神魂盘坐虚空 双手结印 只见得所有神魂的眉心处 有着一道赤红的原文 若隐若现 原文犹如是化为火焰 渐渐燃烧 直接是对着神魂之内 渗透而尽 所有的神魂 都是在此时面旁扭曲 显然是承受了剧痛 熊熊 不过 当神魂传出剧痛的时候 那从他们体内 散发出来的神魂波动 也是在此时猛然暴涨 整个天地 都是因为那种狂暴的神魂波动 而掀起了风雷狂暴声 可怕的神魂压迫 铺天盖地的笼罩开来 在这种程度的神魂压迫下 就算是化尽神魂 都是犹如深陷泥场 面对着这种动静 不论是寒冤 还是木柳 木青烟 皆是奇奇色变 这些年的天眼忌中 他们可从未见过 有哪一次 是如今日这么凶狠激烈的 这种程度的神魂功法 就算是单一的化尽神魂 恐怕都是 难以做的 叶冰灵 依丘水他们的俏脸 也是分外的凝重 虽说周元先前打破了火格的计划 但火格毕竟是火格 抵运远非他们风格可比 眼下这最后的手段 显然就是搏命用的 不过 他们也没有太过的恐惧 毕竟这是天眼鼎内 在如何凶险的战斗 都要不了人命 顶多输掉而已 而且 能够将火格逼到这种地步 就算是输了 风格也不算丢脸了 周元看了他们一眼 倒是知晓他们的心思 但他却并不打算放弃 因为 如果在这里输了的话 那么天眼记上的天阳岩 就没有他的份了 而还指望着 分到一部分天阳岩 助他突破到神附近后期呢 这种机缘 怎么可能轻易放过 下个月就是最重头戏的 总阁主之争了 如果不能踏入 神附近后期的话 他也没有足够的把握 能够打败吕霄 所以 这场天眼记 他不愿意输 周元的眼中 有着灵力光泽闪烁 他看了一眼 那犹如巨龙般的神魂 长征洪流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双目微垂 双手却是在此时缓缓合拢 指尖有印法变换 既然火格想要拼 那就来拼一场吧 伴随着周元印节变换 有着神魂之力 在他的面前迅速地凝结 片刻之后 隐隐间 似是有着一盏略显虚幻的灯笼 若隐若现地浮现了出来 苍悬七术 魂灯术 第858章 魂灯术 轰 轰 火格大军上空 黄暴的神魂之力呼啸 整个天地间仿佛都是有着尖锐音波回荡 那种音波极为的刺耳 寻常神魂若是被波及 必然瞬间被撕碎 火格上万道神魂 再加上燃魂文所催动的神魂之力 显然是达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层次 朱炼望着那等恐怖神魂之力 眼中也是掠过一丝巨色 要操控如此程度的神魂力量 就算是他 都是感觉到有些心惊 因为这稍稍 有些不慎 恐怕就会被反噬 但好在 这里是天眼鼎内 对于神魂有着保护 不然 如果换作外面的话 他必然是不敢去操控 这么恐怖的神魂力量 因为那跟找死没什么区别 呼 朱炼深吸一口气 旋即开始引导着那种恐怖的 神魂之力凝聚 无数的尖笑声 传入他的神魂内 令得他的面旁 都是在此时变得扭曲 鼻眼中似乎有着血迹流淌出来 此时的他只是神魂状态 当然不是真的鲜血 但那也是神魂受到剧烈刺激的表现 啊 啊 朱炼仰天咆哮着 那种恐怖的神魂力量 然后将他们引导起来 那种感觉 就犹如在牵引着一头 只会毁灭的远古凶兽一般 不过好在 朱炼自身神魂境界的确不弱 随着他的引导 恐怖的神魂之力凝聚 渐渐地在那高空之上 形成了一座神魂山岳 山岳约莫万丈 遮天蔽日 散发着毁灭威能 神魂的攻击 没有元气那般的绚丽 璀璨夺目 但同样是杀鸡四伏 稍有不慎 便是神魂消散的结果 望着高空上那座神魂山岳 在场的人 不论是谁 都是忍不住的色变 火格倾尽全力的神魂攻势 又岂是好相遇的 这吕霄和朱炼 简直是疯了呀 木柳望着这一幕 忍不住的道 他们如何看不出来 这种程度的神魂力量 即便是火格 也不足以施展出来 所以他们 必然是使用了 某种压榨式的手段 而这种手段 大多都是会有着一些后遗症 显然 火格为了取胜 已经是不择手段了 木青烟也是被齿紧咬着红唇 苦笑一声 无话可说 如果风格是输在对方 这种疯狂之下 倒还真是怪不得周元了 周元 我看你这次还怎么挡 朱炼面旁争鸣 咆哮如雷 下一刻 那神魂山岳 直接是镇压而下 阴阴笼罩 带来毁灭之威 周元抬起头 他望着那神魂山岳 面旁也是颇为的凝重 这种程度的神魂力量 连他这种化镜初期 都感到一些心惊 他目光低下 凝视着眼前浮现出的虚幻灯笼 在那灯笼之中 似是有着一点微小的火苗 魂灯术 周元笑了笑 旋即他不再有丝毫犹豫 心面一动 便是引导着 那盘旋虚空的神魂长征 洪流呼啸而下 直接对着眼前的灯笼 灌注进去 轰轰 强大无比的神魂力量 灌注进入那魂灯之中 顿时魂灯剧烈地震荡起来 犹如将要被撑破 毕竟那种涌入的神魂力量太强了 而这魂灯 却只是周元凭借自身神魂所化 那种感觉 就犹如万吨湖水 灌入水桶一般 周元也不敢 让得魂灯此时碎裂 因此 他疯狂地催动自身神魂之力 稳固魂灯 于是他的脑海中 也是被震荡起来 宛如万针刺脑 带来难以想象的剧痛 周元死死地咬着牙 承受着那种剧痛 轰隆隆 在周元这种苦苦煎熬下 那神魂长征洪流 终于是彻底地没入魂灯之中 一切归于寂静 周元那化境的神魂 都是在此时变得虚幻了许多 那是神魂消耗过大的表现 他抬头望着铺天盖地 镇压而下的神魂山岳 眼中也是掠过一抹炽热之意 此次所施展的魂灯树 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都无法超越 因为这一次 不是他一个人在施展 而是风格数千人 哄 魂灯之上有着裂痕浮现 下一瞬间 魂灯炸裂 熊熊 而魂灯炸裂的那瞬 所有人都是震惊地见到 滔天般的火焰 自其中喷发而出 那火焰略显透明 但当众人的神魂 见到此火时 却是感觉到了一种 犹新的恐惧之感 那是 魂炎 无数的骇然声音响彻起来 他们不是没有见过魂炎 但却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规模的魂炎 那魂炎咆哮而出 宛如一条巨大的火龙 这种程度的魂炎 就算是化境初期的 周元与朱炎 都无法做到 因为神魂之力不足 可眼下 却是真正地出现了 朱炎通体冰寒 难难道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 将其他人的神魂力量 化为魂炎 要知道 魂炎是化境神府方才能够做到的 不然不论神魂之力有多强 都无法凝成 就比如他们这边 火个上万道神魂 加起来够强吧 但朱炎却不可能 用那些神魂力量 凝炎出一丝一毫的魂炎 可眼下 周元做到了 而且那种程度的魂炎 远超朱炎的想象 所以 朱炎才会如此的震撼 与难以置信 熊熊 魂炎所化的火龙咆哮而上 最终与那呼啸而下的神魂山月 冲撞在了一起 天地间 不论是天眼顶内外 此时无数道目光 皆是死死地望着这一幕 对碰并没有任何的惊天之声 因为火龙直接是化为熊熊火海 将那神魂山月所笼罩 而在魂炎的制考下 那座神魂山月 以惊人的速度开始融化 魂炎本就对神魂 拥有着极大的杀伤力 神魂山月在魂炎中融化 短短不过十数息的时间 神魂山月 直接是尽数的消融 于是 天地间唯有火焰燃烧的声音 与者皆寂 朱炎脸庞上的神情已经凝固 似哭似笑 一脸的惊恐 甚至连吕霄都是双掌紧握 身体在微微地颤抖 既是愤怒 又是震惊 他无法相信 他在做了如此周全的准备后 明明只不过是神府尽忠气 为什么总是能够给他造成这么大的麻烦 远处的木柳 木青烟也是动容 这个结果 就算是木柳都没想到过 这家伙 木柳扎了扎嘴 眼神出奇的凝重 我怎么感觉 他还真是有可能打败吕霄 夺得总阁主 虽然天眼计只是神魂的交锋 而且还是四格整体之战 但周圆屡屡做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实在是让人不敢小看 木青烟少有的没有抬杠 小嘴抿了抿 苦笑道 说不定 还真是有点可能呢 因为眼前这一幕 着实太过的震撼人心 风格上空 周圆也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的眼神依旧冷冽如刀锋 他的目光盯着屡消 两人的视线对碰 那种寒衣令得天地间温度 似乎都是降低下来 看来此次 还是我风格上了 周圆平静的声音响起 然后他袖袍一挥 天空上那残留的魂岩 顿时化为万千火光 铺天盖地地对着火格人马笼罩而下 魂岩燃烧 只见到火格那边 一道道神魂直接是化为火光冲天而起 朱炼失魂落魄 任由魂岩在他的神魂上面燃烧 最后化为火光消失 吕霄也没有反抗 因为到了这一步 结局已定 此次的天眼计 他们火格一败涂地 他只是眼神忧深地盯着周圆 魂岩倒映在他的眼中 最终有着弹幕的声音响起 周圆下个月的总阁主之争 我不会放过你的 他的眼神深处有着无边的震怒 魂岩生疼 吕霄的神魂也是化为火光冲天而起 火格上万道神魂在此时 尽数地消散 这场天眼计 风格与火格之斗 最终的结果 出乎了无数人的意料 天眼鼎内外 皆是寂静无声 第859章 最后赢家 天眼鼎外 无数道目光望着透明的琉璃巨顶 他们同样是看见了 其中那一场惊天动地的碰撞 而那最后的结果 让得他们所有人都是面露震撼 谁都没想到 此次的天眼计 整体神魂实力最强的火格 竟然输给了最弱的风格 怎么会这样 风格最后施展的那火焰 难道是魂炎 可以太磅礴了吧 寻常化尽神魂 可达不到这种程度 关键问题是 为什么周元能够将风格众人的神魂 化为魂炎 魂炎是化尽神魂的标志 不是神魂强弱 就能够凝练出来的 泽泽 这风格格主 不简单哪 难怪西京大人会要求 将此次的天眼计 改成自由争夺 风格可算是赚大了 无数窃窃私语声在传荡着 最后一些目光隐晦的 投向大岩山外最高处的地方 今日的天眼计 看似是四格剑的争夺 其实也算是那两位元老剑的一次博弈 只不过让得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原本应该占据绝对优势的火格 最终却是输了 想必此时的玄坤宗主 心中应该有些怒意吧 而在那无数目光注视中 最高处岩浆火连上 西京与玄坤宗主 也是将目光缓缓地从天眼顶收回 西京笑颜如花 转头冲着玄坤宗主笑道 看来今年的天眼计 要谢过玄坤宗主了 玄坤宗主苍老的面旁 没有丝毫的波澜 道 看来西京元老 真的是找到一个好苗子啊 不过这周园 究竟是什么来临 他身怀的一些元术 可并不普通 先前那一手 将众多神魂之力 转化为魂炎的手段 应该是一种极为厉害的元术 这种元术 放在我们天元玉 都算是顶尖了 有这种底蕴 不像是寻常散修啊 我倒是建议 西京元老稍微调查 一下为好 西京漫不经心地道 我天元玉广纳八方天骄 从不在意出身 这是师父当年 所留下的规则 只要这周园有本事 我就敢用它 只要以成相待 就算他有什么身份 未来也将会是我天元玉的人 玄坤宗主淡淡地道 既然西京元老兴凶如此广阔 那老夫自然也不好多说什么 此次的天言计失利 虽说丢脸 但也不见得是坏事 想必 这也会让得吕霄更为地警醒 毕竟接下来的总阁主之争 才是最为重要之事 他转头深深地看了西京元老一眼 道 而总阁主之争 可就真正地拼的是 个人实力 跟这天言计 可完全不一样了 西京轻笑一声 道 我相信周园的个人实力 也不会弱于谁的 两人对视一眼 然后都是没有再多说 慢悠悠地收回目光 这种明争暗斗 这些年 两人都已经习惯了 不论是长老团的席位 还是其他重要的职位 总是少不了一番勾心斗角 天眼鼎内 当火阁的人马 消失得干干净净的时候 周园也是如是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诸多底牌都用光了 如果火阁还能坚持的话 他也就真的是有点无奈了 毕竟不管他手段再厉害 风格与火阁整体的差距 还是非常大的 同时周园也有点庆幸 他多准备了吞魂圆恒这一道底牌 不然的话 光凭魂灯术 恐怕最终难以力挽狂澜 毕竟火阁此次 也是准备的极为周全 阁主无敌 阁主无敌 而当周园在松气的时候 那下方的风格大军之中 忽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吼声 只见的所有风格成员 都是眼神狂热地盯着周园 面旁战红 此时的他们 显然心中也是无比的激动 毕竟风格被火阁压制了太多年 这些年来 风格成员不知道内心 预计了多少的憋屈之意 却无法释放 那不是不想释放 而是不敢与不够资格 可如今 他们却是在周园的率领下 在这天炎记上 堂堂正正地击败了火阁 这口气出德 风格可谓是酣畅淋漓 虽然所有人心中都清楚 他们能够取胜的原因 是因为周园所准备的底牌 可这又如何呢 周园如今是他们风格的阁主 整个风格 自然算是易容俱容 所以此时周园在风格成员的心中 那地位简直是直接飙升到了一种 近乎狂热的崇拜之中 周园瞧得他们那种激动的失态的模样 也是有点无奈 只好不搭理他们 将目光投向了远处的山阁大军所在 此时的寒冤 也是眉头紧皱地盯着他 眼中还残留着一丝震动 显然也还没从火阁被清除的结果中 回过神来 寒冤阁主 将灵阁众人都放出来吧 周园笑了笑 道 寒冤举起双手 道 周园阁主 这是你们风格和火阁之间的恩怨 既然已经解决了 那也就跟我们山阁没什么关系了吧 眼下的局面 火阁团灭 如果风格与灵阁联手的话 山阁的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 这位山阁阁主 直接是毫不犹豫地举手投降 表示服软 我们放开灵阁 接下来井水不犯河水 各自采集天阳岩如何 周园凝视着寒冤 后者这种毫不拖泥带水的投降 倒是让他有些意外 这人 还真不是一般的实相 也难怪当初会放弃西京师姐的重视 转头山阁 不过 最终他还是摇了摇头 认真的道 寒冤阁主 这是你选择的路 那么最后自然是要为选择错误 而付出一些代价 如今局面已被他掌控 他怎么可能会将山阁留下来 抢夺天阳岩份额 毕竟 如果眼下是火阁取胜的话 周园可不会相信 寒冤会说放灵阁一马 寒冤嘴角微微抽了抽 眼神阴逸了一些 哄 不过 还不带他回话 那灵阁所在的山头上 防御结界忽然撤去 磅礴的神魂洪流冲击而出 直接是冲入了山阁人马中 如巨龙般的肆虐开来 木青烟 寒冤眼目寒煞 冷冷地看向后方 那一道缓缓升起的少女神魂 在木青烟身后 灵阁众多神魂也是升起 狠狠地盯着山阁 废话真多啊 你们刚才不是想打吗 现在我们陪你 木青烟冷笑 半句废话不多说 直接是调动灵阁庞大的神魂之力 对山阁所在发动了攻击 寒冤面色阴沉 对着赵阴挥了挥手 后者立即也是催动 山阁的神魂之力迎战 哄哄 双方交锋 顿时引得天地动荡 激烈无比 不过这种纠缠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周元也没耐心 看他们这么打下去 所以他直接是催动 风格的神魂之力参与进去 联合着木青烟的攻势 将山阁围起来暴打 而面对着风格 灵阁的联手 山阁这边自然是呈现溃败之势 短短不过半烛箱的时间 山阁团灭 周元 木柳 希望你们总阁主之争上面 还能笑得出来 当寒冤的神魂也是虚幻 最后化为火光冲天而起时 他那恼怒阴沉的声音响起 不过周元与木柳 都是没什么理会 后者反而是对着 他那升天而起的神魂 笑容灿烂地扬了扬手 当火阁 山阁竞数团灭时 这天眼鼎内 响彻起了风格与灵阁的欢呼声 因为他们知晓 接下来的风格与灵阁 将会凭分天眼鼎内 所有的天阳眼 此次的天眼祭 他们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第860章 战利品 天眼鼎内 当山阁的成员 竞数化为火光消失时 两个的人马 都是爆发出 震耳欲龙般的激动欢呼声 木青烟那漂亮的小脸上 都满是欢喜之色 眼下这种局面 连他之前都预料过 毕竟谁能想到 四格中最强的火格 最终竟然会输在风格的手中 木柳有些洋洋自得地笑道 怎么样 我这合作 还不算失败吧 木青烟抿了抿小嘴 倒是没有否认 这周元的确是让人意外 不过 玄机他眼眸微闪 低声道 如今火格 山格都已被清除 我们要不要也小心点 按照之前周元与木柳的合作 如果他们能够打败火格 山格的话 那么就两格平分天阳岩 之前木青烟从未想过 他们能够成功 所以也没有过于的深想 可如今胜利的果实 真真切切地摆在了眼前 这就让得木青烟清醒了过来 要知道 每次天炎祭所诞生的天阳岩 如果按照火莲的数量来算的话 那几乎是一百多万朵火莲 这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量 面对着这种级别的战利品 任谁都会心生贪婪与垂涎 所以木青烟也不敢肯定 周元会按照当初的约定来评分 因为那就代表着 起码损失数十万朵 天阳岩所化的火莲 这么多天阳岩 如果能够用来修炼的话 那必然会大大的提升风格的实力 财博动人心 更何况比财博更具备诱惑力的天阳岩 这是只有天阳进强者 才能够凝练出来 而且数量与质量 都没有天阳顶内的这些天阳岩来得精纯 而且从先前周元展现出来的手段来看 在他的掌控下 风格整体的神魂力量 恐怕比他们灵格更强 所以他们也有着要毁约的能力 木柳文言则是一笑 并不显得怎么在意 道 如果是吕霄的话 那我可能会暗中戒备 不过周元 我却觉得没这个必要 木青烟没有说什么 只是美眸忽闪忽闪的 显然还是带着一丝警惕 而此时 周元也是带着夜冰灵 衣秋水接近过来 周元看向木柳 笑着伸出手来 道 看来我们第一次合作的结果还不错 木柳也是伸手与他握了握 直接问道 现在是享受战果的时候了 你还打算保持当初的约定吗 这一次 你处理更多 所以你们占更多份额的话 我们也能理解 周元摆了摆手 道 当初怎么说的 现在就怎么分吧 没有你们拖住山格的话 我搞不定火格 木柳看着他 周元俊朗的脸庞上 带着温和的笑容 这跟之前与火格 对绝食的那种灵力 狠辣截然不同 而从他那漫不经心的眼神中 木柳也能够知晓 他并非是在说什么客套话 他的确是这么想的 于是木柳清俊的脸庞上 浮现出一抹笑容 道 你这个朋友 我交了 当你答应跟我合作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试了 周元一笑 不过也没有多说 而是道 我们抓紧时间采集天阳岩吧 从此处为分界线 两方各一半 如何 木柳自然没有意义 周元健壮 便是直接转身 带着风格人马 浩浩荡荡地离去 采集着沿途的天阳岩 望着风格远去的身影 木柳转头冲着木青烟 得意地挑了挑眉 道 如何 是是 是我小人之心了 木青烟白了他一眼 不过对于周元这种气度 他心中的确是有些亚然 难怪连素来自傲地 近乎孤僻的木柳 都会在见过庶面之后 就选择与他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合作 我们也开工吧 另外 虽然周元大度不计较什么 但我可不是喜欢占便宜的人 等最后将天阳岩采集完后 我们再取出十万朵火莲点风格吧 木柳说道 木青燕文岩 倒是禽手微点 如果是以往的话 十万朵火莲 几乎是他们所有的收获了 但这次不同 再驱赶了火格 山阁后 他们的收获将会远超以往 十万朵火莲应该是拿得出来的 于是 他不再多说 小手一挥 便是率领着灵格的成员转身而去 采集天阳岩 接下来的天阳顶内 一片平和 风格与灵格字顶内横扫而过 所过处 不论是山剑还是连绵山岳 其中的火焰皆是被禁数地收走 可谓是瓜地三尺 寸草不生 如此约末半日后 两格的人马再度在天阳顶中央相聚 所有人此时的面旁上都 不满着兴奋与激动之色 因为在那后方处 两颗赤球之内 滔天的金色火焰生腾着 磅礴而雄浑 收获如何 木柳孝问道 七十万朵天阳岩 周元的眼中 也是有着掩饰不住的亢奋之色 如此规模的天阳岩 最后分到他手中的 必然也不是小数目 接下来的这个月 他甚至可以闭关 说不定在总阁主来临前 他能够突破到神附近后期 我们这边是六十五万朵 木柳也是扎扎嘴 面色惊叹 以往他们林格在天阳记上 最多的一次 也不过才二十多万 这一次的收获 超乎想象 对了 木柳对着一旁的木青 烟阳了阳下巴 后者则是运转神魂之力 从他们 林格那具火台内 取出了一团熊熊大火 这里面有十万朵天阳岩 别拒绝 此次的天阳记能够取胜 你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向来觉得出了多大力 就拿多少的报酬 你如果不收下的话 那就是看不起我 以后就没合作的机会了 周元拒绝的话还没说出来 眼前的木柳 便是突突突地 将他倒嘴的话给堵了回去 他望着后者那认真的神色 无奈地笑了笑 也没有矫情地推来推去 只是点点头 然后将那团熊熊大火接过来 投入到了他们风格的聚火台内 合作愉快 随着天阳岩被彻底采集 分配 周元知道 此次的天阳记也就到了尾声 他冲着木柳笑道 合作愉快 木柳也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此时天眼顶上空 有天光清晰而下 只见得磅礴的光芒席卷而来 直接是将两个所有人的神魂卷起 呼啸而出 大言善万 当神魂落入肉身的那一瞬 周元睁开了眼睛 感受着那种难以言明的充实感 他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这算是他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神魂离开肉身这么久 而显然 即便如今神魂已经踏入化境 但还是唯有当居于肉身那时 神魂方才能够彻底地安稳 飘荡在外 总是难以安心 在周身后 夜冰灵 依秋水等众多 风格成员也是神魂归位 他们表现得比周元还不堪 一个个摊下来 手脚都是在颤抖 周元笑了笑 然后眼神炽热地望着他们前方 在那里 赤球的聚火台静静地处理 那熊熊燃烧的天阳炎 让得天地间 无数垂涎的目光投射而来 面对着如此精纯而磅礴的天阳炎 就算是一般的天阳镜强者 都会心动 此次天眼计 风格到手一共八十万朵 按照规则 阁主可独自分得其中三成 也就是说 我能到手二十四万朵天阳炎 周元粗略地算了算 眼神便是变得火热起来 二十四万朵天阳炎 想必应该是足够他突破到 神府经后期了吧 周元如释重负地 伸了一个懒腰 他知道 接下来这一个月 该闭关了 因为他内心很清楚 之前的所有成功 都只不过是在为那一场 总阁主之争 争取资格而已 如今资格是有了 但如果最终他输了 那么之前的那些成功 也将会如同沙滩上的城堡 顷刻间在大浪之下蹦碎 所以为此 他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